李卫华获任命为休斯顿第一委员会董事 首位华裔杰出人士人选 未来将掌管休斯顿、Johnson Hall等十余栋市府资产 记者 丰昌明 休斯顿报导 休斯顿市议会5月28日 在市长John Weimar和休斯顿市议会成员等提名 并批准了休斯顿第一委员会 任命李卫华等的三位新董事 自2011年成立以来 Houston Forst在制定城市目的品牌策略 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休斯顿 推动旅游和会议业务 运营众多设施 举办服务社区的活动 以及与商业和工业合作伙伴 举办服务社区的活动 以及与商业和工业合作伙伴合作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人民的人员将带来他们独特的视角和经验 来推动这些举措 董事会负责制定公司政策 并批准其重大举措和支出 新人民的人员 对13名董事会成员的组成 带来了重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涉及数量 还涉及多样性和专业知识 董事会现在将主要由女性组成 并将包括第一位华裔成员 这反映了休斯顿的全球影响力和联系 以下人员已确认在其任期 将于2026年的12月31日到期 李卫华是德州休斯顿美兰新闻集团的董事长 他拥有并管理着一家多元化的媒体业务 业务遍辑国际包括印刷广播电视和网络服务 也可以是销售资深副总裁负责领导和开发 全国知名的餐饮娱乐饭店和游戏公司 饭店部门内的所有策略性销售和行销工作 Sharon是休斯顿西海湾海事协会的主席 作为拥有200多名会员的行业协会的最高执行官 他负责管理和制定影响海运业的长期目标策略计划和政策 任领担任Shilver & Go Beverage公司事务资深副总裁 该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经销商之一 在今天的市议会会议上 惠特曼尔市长表达了对新人民人员的信心 并强调了他们将对休斯顿优先产生积极影响重要性 每位新人民的人员都有长期参与社区参与和慈善活动的历史 并希望为休斯顿市带来最好的结果 我确信他们将与休斯顿第一董事会和领导层的其他成员一起出色的工作